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那种学校毕业以后的那种实力是不足以支撑你找工作的 所以第一家公司给我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它给了我一个机会 然后同时它还给了我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后来又干过写什么工作 然后后来去一家叫合作成功的一家影视包装公司 做影视包装的 然后我在那负责写一些文案 那后来又去哪了 有没有能拿得出来的工作经历 在这八年的时间 说我在哪个 干过两年以上是吗 其实生死我干两年 然后澳美广告我也干了两年 你在澳美是干嘛 澳美是做创意指导 就是美术指导 美术指导 这不又干回去了吗 没有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澳美就是原来我的理想 就是我当时认为做广告的人一定要去澳美 然后那会儿我的目标就很单一 我要进澳美 然后通过投简历 然后两文面试 然后就进去了 它是做的是 就是跟我当时的理想比较接近 就做那种纯创意的 对 这种工作 好 这样 它说到了很多创意 又说到了美术设计 我们现在看它一些作品 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当时给雪碧做提案的一张稿子 就是当时雪碧是在讲这个解渴嘛 它跟那个就是灭活器 结合在一起 对 好 这个呢 这是给薄县资本做的那个就是提案 就是办公用品的那一套东西 好 再看 这个是给家世基金刚刚做的一支 就是全球就是绝经的一个就是一个海报吧 这个咱们这样 咱们就以这个为例 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OK 然后这个我是就是首先接了BREF以后 然后组织部门的同事开会 聊完之后就是我决定用这个方案 然后我坚持要做这个方案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美术上的执行 包括找图 就为什么要用这个 然后做一个撩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做的职位是 创意总监 创意总监 对 为什么又来这找工作 我一直有一个就是旅行的梦想 然后今天就好有机会在报纸上看到招聘这个职位了 我觉得我不来会后悔 你说的报纸就是在精品上 对 精品两期都看到了 看到了就是今天节目上来之后说的这个 但是我们上来之后你听到了吗 他最后招的是一个编辑记者 我行 什么你行 我给你解释这个职位 对对对 我就怕你 他招的那个职位是个编辑记者 然后只不过这个编辑记者的第一个活 是去迪拜 对 我明白 你清楚这个职位是吗 清楚清楚 看了好几遍报纸了找了好多关键词 确定自己可以才来 你给我讲讲 你给我讲讲 你看的那个你对这个职位梳理出来的关键词都是什么 第一个是那个旅行 它有一个环球旅行这四个字 勾引我 然后那个 吸引你 你是个女孩 吸引我 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他要求 就是他有一段那个上面有一段描述说 你有什么旅行的热情 我们把那三行字 那三行字我当时看了报纸的时候 我觉得有这这谁写的照我写的吗 这不是 然后我觉得特别符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要有一个编辑的这种工作 其实你看在整个传播的行业里 我就是就是这个编辑还有这个工作没做过 但是我又觉得我可以 所以我想来试一下 这样 咱们现在这么说吧 除了这样的有旅游性质的编辑记者 因为世界是这样的一本杂志 这个职位 其他职位考虑吗 实事求是的说 嗯 不太想考虑 但是我想听一听 我看看还有什么 就是我的发展方向还有什么可能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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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 你那 因为我们是那个奢侈品折扣 一站式服务平台 尊库网 那其实我们是在 就是我刚才从视觉这一块 包括从网站视觉 然后每一些这些大的设置品牌 包括设计师品牌 小重心设置品牌的banner 这个设计 这个有兴趣吗 有 有 有点 把它当工作啊 不是活啊 知道 这些世界杂志我也没当时玩 我以前那些 对 所以 所以注意 得的对 咱们现在说的 职业 是职业 没错 好吧 十二位 现在到了大家第一次表态的时候了 他很清楚 自己要什么 如果各位你们不适合他 或者留下来 有些人特别爱 留下来 在不适当的情况下 留下来 但是 我想 让人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好吧 十二位 选择 还是有人留下来 哎呀 你俩干嘛嘛 你干嘛 刘慧璞 你要留下来干什么 这万一 万一 我说万一 人现在咱不知道 是世界旅行这杂志啊 人家到底要不要人 万一我捡个漏呢 对不对 我这接着呢 对不对 这也挺好一个事啊 韩泽 世纪家园 知道 知道 婚恋网站 知道 咱不会去吧 百合网 另一个 婚恋网站 咱不会去吧 我们是一家很专业的婚恋网站 而且 她适合做广告 而且我们 我在 我们在 菲尼莫署 菲尼莫署这个平台上 招过我们的 相亲旅游体验师 好啦 不要再说这个 而且已经在 七七那天 已经成行了 去的巴厘岛 好好好 已经回来了 好好好 效果非常好 好 我觉得你也挺适合的 好好好 好好好 但那个前提是 得有伴侣是吧 你没有伴侣 给你找一个 哎 不是不是 文仪留下来 我觉得 靠谱的是 人家刚才自己表态了 说那个事 我愿意 不妨尝试 对 所以我大胆地留下来 剩下的两位 我不能理解 但是 非常好 热烈的掌声 送给刘慧普 哎呀 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事情是 人 没有自知 不自量力 喜欢 自取其辱 我喜欢你 好吧 现在还有三家留了下来 你一会儿可以不用理他 由我来解决他的问题 现在你要向这三位证明 天生为我 这样各位 二位 二位女士 欢迎二位发问 你好 首先第一点 我很欣赏你这种态度 那我想问一下 你就是说 因为你在创意方面有 很好的一些经验 那你在一个设计 这个bunner的时候 你的风格是一向固定的 还是你有一个固定的行程 比较平衡 左右 上下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创意 是随着 所需要的 不停的变化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创新性 这个真的得不同的案子 不同的说 我现在就是凭空的这么想 我肯定也回答不了你 就是你有不同的案子 然后不同的品牌 必须得量身打 知道才可以 好的谢谢 好 文一的问题 来 我是想问你 你怎么样的设计 你未来的这个平面媒体 编辑的岗位 你会把你现在的设计方面的优势 怎么样延伸过去 对 其实我相信 他更关注的是在内容上 同样咱俩去南澳玩 是吧 那你就能利用自己的那个优势和长相 出来什么样的东西 是这意思吧 对 我排过 就是每次旅行回来 我会自己排一些小册子 上面有文字的记载 然后还有图片 包括在就是博客上也会有展示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文字的组织上 其实还有一定的逻辑性的 我不知道这个文字的才华 怎么能展示 看到最浪漫的地方 你用一个很短的几句话 给我描述一下 我想看一下你文字能力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我最浪漫的一件事 其实是在那个呆鼠岛上 然后我看到的就是 那个小酒店里面 然后有一群老年人 然后他们特别开心的 再给一个人过生日 然后那一个瞬间就是特别吸引我 然后我觉得好感动 好温馨 好浪漫 就是人要有一个那样的生活状态 无论你到一个什么样的年纪 有朋友在 然后有那种 说得很好 谢谢 韩泽 我先麻烦我们的音响老师 我很认真的说 请他把沐妍的话筒拉下来 我最后再说你一句话 其次 韩泽 你坦率的 并且毫不犹豫的告诉我 说当有人给你提供的是 情侣旅游体验师的时候 你就给我一个答案 你有没有可能 做这份工作 因为你的选择直接决定了 沐妍是要留灯还是离开 不是我想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 比如说我今天 所有的灯都灭了 然后几个月以后 我能卷土重来 再应聘其他的职位吗 当然 那就灭了你吧 好 两位现在留了下来 他们会给你提供相应的职位 并且你要和二位谈钱 不相感情 能够提供的职位 我们是设计部主管 主要负责视觉 还有所有对外的广告的这些banner 还有品牌banner 来 建美 职位 通过这一轮的互动之后 我不知道韩泽是不是有同感 我觉得如果要做文字编辑 对你从前的积累来说 可能是个损失 我想你能不能考虑做策划编辑 策划编辑的概念是说 我们每年也会有至少五次 出国采访的机会 那么在同时呢我们策划编辑还要承担一部分职能 是我们杂志还有一些衍生的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即将要做的旅行相贴的设计 海报的设计 很多很多跟形象有关的设计 因此我是现在想要调整一下 看你能不能考虑我们策划编辑的岗位 策划编辑还让去那是哪儿 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吗 有的 是 我现在不能问问题是吗 你现在可以问啊 钱的事你还不问 不是钱 别老谈钱 我想问一下 就是之前那个 你们原本想知道的那个文字类的编辑 它出国的次数其实跟策划编辑是差不多的次数 是差不多的对 对那其实我其实更喜欢策划编辑 好 实话 谈钱吗 谈钱吗 谢谢 我欣赏你的谈帅 我给你起薪是五千 然后加五百块钱的那个交通参补费 然后是适用期的时候没有折扣 适用期以后 我觉得是根据你的工作 这种成正比的再调整 谢谢 我们这边编辑岗位的工资是幅度比较大的 因为跟每一个人的工作量 编板量啊 那创意设计的工作量是有关的 大概在六千到一万五之间的这个跨度 是有这样一个跨度 因为有一些设计的工作是要跟市场跟客户结合 它有一个过程奖励的问题 韩泽 十五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尊库 还是世界 还是选择 谢谢 以后再见 选择十五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尊库 还是世界 还是选择 谢谢 以后再见 你选择世界在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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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